企业的营运能力到底指什么? 简单一点来说,就是管理层的效率。 营运能力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上面。 管理层的策略、市场营销的安排都属于运营能力。 更重要的是,通过对应收账款、层货、固定资产、总资产这些周转率的数据, 可以看出管理层的决策怎么样, 管理层对企业的把扣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怎么样。 一家好企业不仅仅需要好产品、好底蕴,更需要好的管理层。 优秀的管理层可以一年做别人多年的事情, 这就是效率的体现,就是畅通无阻地赚钱。 如果说现金是一家公司的血液, 那么现金在企业内外流转循环则显示了血液流动的状态。 现金在企业内外流转循环有四个环节。 现金流出购买原材料, 变为原材料及库存停留在企业内, 变为销售的应收款, 以及最终回款又变回现金。 优秀的企业就是要打通各个环节, 并且高速、高效率地运转起来, 这就是盈利能力。 既然企业营运能力分析如此重要, 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呢?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。 一,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。 二,非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。 三,总资产营运能力分析。 首先,来看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。 企业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, 很重要的一部分, 就是企业的账款和货物的周转能力。 货买得怎么样, 存货多不多, 账款有没有收回来。 这些就是企业的运营重要数据。 因此,流动资产营运能力的判断指标有。 应收账款周转率。 这个指标主要是在告诉投资者, 企业收到的收入里面有多少是打白条的, 就是暂时没有收到现金的部分。 优秀的公司应该是应收账款很少, 大部分收入都直接收到现金。 所以这个数据可以和同行业其他公司做比较。 也可以和该企业自己的历史数据做比较, 看看企业的经营有没有提高。 第二,存货周转率。 这个指标反映企业流动资产的流动性, 主要用于流动性分析。 存货是流动性很差的, 因为存货还有原材料这些, 半成品这些, 或者是积压的, 过时的, 淘汰的产品, 存货还会贬值。 这些东西很难变现的, 所以存货周转率很重要。 库存尽可能小一点, 并且存货周转率高一点, 这样才不会出现财务问题。 三,流动资产周转率。 这个指标的重点, 就是越大越好。 越大, 证明流动资产的质量好, 可以带来很多的收入, 越小则相反。 其次, 非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分析。 非流动资产营运能力, 主要判断指标是, 固定资产周转率。 它可以看出企业的固定资产质量。 运用方法和上面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一样, 越大越好。 越大就证明固定资产很好, 可以带来很多收入。 如果越小, 证明固定资产都是一些破铜烂铁, 没有办法带来实质性的收入。 企业的那些固定资产, 看上去好像很值钱。 各种厂房, 各种设备。 但是, 到底是不是真的赚钱, 还需要看这个数据。 对于轻资产和重资产企业, 肯定还会有不一样的地方, 这个无所谓。 重点是, 可以带来收入。 最后, 总资产营运能力分析。 总资产周转率, 是考验企业资产运营效率的非常重要的指标。 企业资产有多少不重要, 能不能赚钱最重要。 资产能带来的营业收入越大, 就代表是越优秀的资产。 很多企业资产很多, 但是利用率很低, 营业收入很低。 这就证明, 企业的资产并不优秀, 只是虚胖。 这个数据, 就是来告诉你, 企业全部的资产总体质量怎么样, 利用效率怎么样。 比率越大, 就证明资产不错, 可以带来很多收入。 这也是证明, 企业的资产结构良好, 管理层决策优秀。 营运能力的最高境界, 就是让现金在最短时间内, 变成更多的现金。 就是赚钱。 不要钱变成应收账款, 变成存货, 要钱变成更多的钱。 好企业, 就是要做好这一件事就够了。